Hello,大家好,我是魔鬼教练,Vivian Cole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第八个瘦身Tips 不知道大家在瘦身计划当中有没有吃零食的呢? 对,我们又再讲回零食这一部分 瘦身计划当中,其实我们有蛮多零食可以吃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零食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 是,它就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巧克力 你们知道怎么样的巧克力会越吃越瘦吗? 其实在西方国家蛮多,你明星或者是歌星 他们都有吃巧克力的这一个习惯 通常他们会在每天睡觉前吃两格的那一个巧克力 就像喝红酒那么样的去进行他们的那个瘦身计划 巧克力的那个好处,除了可以瘦身 它还可以抗癌哦 在瘦身计划当中,如果我们把这个巧克力拿来当零食的话 为什么它会达到那个瘦身的那个效果呢? 是因为我们吃巧克力会有饱足感,对吗? 还有它的味道很好,那个可以解除我们对食物的那个食欲 好,我一直讲巧克力,一直讲巧克力 大家是不是很心急的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巧克力 可以在瘦身计划当中可以吃的呢? 因为大家都会想,哇那么的甜,哇那么的肥 哪里可以吃哦?这个魔鬼教练有没有乱讲的啊? 没有,绝对没有乱讲的 其实我的瘦身计划里面,我都有教大家一起吃巧克力的 那我们要吃的巧克力就是那一种黑色的巧克力 叫做dark chocolate 它的percentage要有75%以上的那个巧克力 才可以吃哦 那每天我们可以吃两个 如果你们不喜欢直接这样子吃的话 有些人会觉得很苦啊 你们就也许可以把它融化 进去你们的那一个,可能你们有时有喝一些待餐啊 可以DIY进去 或者是你们有喝咖啡啊,有没有 那个kido diet的咖啡啊 都可以把这个两格 因为dark chocolate它是很薄的 你吃两格都是蛮重口味了的 就可以跟它融化进去跟你们的咖啡一起喝 哇,这个就很像那个很出名的 是不是很爽呢 今天听到这一个寿生tips 今天就跟你们分享到此为止咯 记得多关注我哦 这个是最重要的咯 喜欢的话还记得帮忙share出去 给更多的人受惠 拜拜 原本我想要按掉了的 忘记跟你们说拜拜 拜拜